真的是很厲害 本來說72小時之內 就會把這500萬劑的疫苗 給搞定八個文件 不管CDC他多麼的刁難 他有辦法就是全部都會 72小時之內生出來 沒有想到只有四十個小時 他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指揮中心的態度 真的很吊詭 指揮中心今天記者會告訴大家 我們都有跟他接頭 我們都很配合 他遞見來我們馬上去審查 可是同一個時間 指揮中心諮詢委員 李秉穎他就在這個廣播節目裡 告訴大家 我聽說郭董那一批 快要過期了 進關之後加上繁瑣的程序 搞不好要打的時候 就已經過期了 這是天大的指控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郭台銘總事長 他要把BNT從德國 空運五百萬劑到台灣來 我覺得BNT我們好像聽說 他那一批疫苗可能快要到期了 你進來的以後又要封簽 一兩個禮拜的封簽檢驗 到時候可以打的時候已經到期了 這個是要重要的考慮 有些人就是不想要看到 我們的國產疫苗成功 他就用盡各種的言論 各種的質疑 讓大家對國產疫苗失去信心 這個其實是蠻可悲的一件事情 現在有一些媒體人也這樣懷疑 政府在圖利本國的疫苗商 那疫苗商當然是要獲利 要不然他怎麼繼續撐下去 怎麼繼續研發其他疫苗 我們會補助很多國家的 很多其他企業 為什麼疫苗產 就是給他圖利 圖利疫苗產 這是正確的事情 要讓他趕快做出來 這是對我們國產是蠻重要的事情 好 這種玩法真的是有多髒 就是真的跟你玩到多髒 一方面官方告訴你說 有啦 我們都在接洽 我們都很幫助他 有跟他這個文件他都收到了 趕快來審查 可是同時間你放任你的人 在廣播上面做這麼嚴重的指控 你官方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救命的疫苗 你到這個時候 還在搞這種政治操作 其實整件事情 最關鍵的態度都在蔡英文 我們來講一下 今天中午的時候12點 郭台銘的夫人宋劍 最開始的時候5月27號 自由時報突然報了一篇文章 他說因為北京卡關 上海復興的郭董 因為上海復興有郭董 原本答應 我們可以跟德國的BNT買 但是這個扣打算在上海復興上面 但是聯絡到最後 上海復興的郭董就失聯 自由時報說破局 但是郭振穎那個時候出來講 沒有破局 怎麼會有破局 他還說關鍵的態度就在民進黨 隔了一天 陳時中開放了 他說好好好 你們可以申請 但是要有八大藥件 再隔到二十九號的時候 郭董 這個郭台銘宣布 他有BNT五百萬劑 直接從德國運底 他還直接講大白話 沒有模糊的空間 不會用到中國的疫苗 五月三十號隔天 陳時中改口 本來八大藥件變成兩大原則 那到了晚上郭董說沒關係 就算你變成兩大原則 這麼刁難 但是我還是可以七十二小時之內 就送箭了 到了晚上的時候 有個很玄妙的事情 有個很玄妙的轉折 柯建民 關公好兄弟 柯建民突然講了一段話 他說他所有人當中 他最會佩服的就是郭台銘 什麼叫所有人 就所有這一些穿梭要幫忙的人 只有郭台銘最沒有私心 只有他是沒問題 當時我就已經解讀了 郭台銘跟柯建民 因為他關公好兄弟 柯建民這樣講 其實是暗示蔡英文 這種人你不要再擋了 因為你再擋就變成全民公敵了 後來在五月三十號的 五月三十一號當天的時候 總統不是就開了一個記者會嗎 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要擋這一些疫苗 我們會全力的跟他們聯絡 這麼一講 終於官方動起來了 所以王美花就聯絡了郭董 整個過程看起來 關鍵就在民進黨 關鍵就在蔡英文 另外一個更妙的是 竹科他們提出要自購疫苗 前鋒打前陣的郭董佛關山之後 竹科看到終於這條路開通了 竹科趕快去提說 我們自己也要買疫苗 然後最妙的是 民進黨的新竹市長林志堅說 我也熱見民間購買疫苗 人家本來就想買 你不知道嗎 你沒有跟他聯繫嗎 別人把路開出來了 你這個才說 原來我們這個現實裡面 這些企業也都想買 那之前大家在吵的時候 你都不吭聲 你都覺得不重視嗎 不是很奇怪嗎 郭台銘說他至少要花60億 幫大家買500萬的疫苗 但是CDC為什麼現在有個諮詢委員 告訴大家他買的是過期的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連他拚命要救命 你拚命在那邊糟蹋跟抹黑 這到底怎麼回事 賓哥怎麼看 我覺得李秉穎醫師 最近真的好像不太嚴了 你知道 因為從以前看起來 立場還相對比較中立 比較按照科學 按照事實來講話 現在已經變得 好像完全在幫執政黨護航 在幫民進黨政府護航 拜託 你有諮詢委員的身分 你可以隨便講一個 你聽說到的東西嗎 而且我也必須 請問一下李秉穎醫師 你覺得郭總是神經病嗎 如果一個東西進來就會過期 請問一下他進來到底要幹什麼 而且我也靠奇 因為中午是中午12點才送件 他早上8點廣播 就做出這樣的指控 你是故意要下藥嗎 人家郭總要花幾十億來玩這個東西 你覺得他弄一批過期品 他是要幹什麼 你覺得郭總有問題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明顯的 有人 中央還是有人 不願意看到這些東西成立 不願意看到這個東西進來 實際上你看一開始 5月27號自由時報那個報導就是了 講的一部好像所有內幕都知道了 連中午到那邊誰在打 連郭廣昌不回應 你全部都曉得了 結果馬上被郭總搭臉 說我就是要進來 哪有什麼破局 根本沒有 結果一路這樣子過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覺 民進黨本來真的不想讓他進來 但是後來這個壓力實在太大 因為不只郭董 然後佛光山 還有一大堆的企業團體 全部都出來 現在就說慈激也要來了 所以壓力越來越大之後 所以蔡英文第一個 5月28號我趕快先跟國產簽約 簽約完之後 我至少先保住國產這一塊 然後我在 好吧 那我就鬆口就開放的時候 可以你進來了 就是可以開放進來之後 大家全部都一擁而上 那我就覺得 你何必搞這種鬧劇呢 疫苗是來救命的 又不是誰的利益問題 那可是問題是他們到現在 你看民進黨內 還是有一票不願意 開放疫苗進來 比如說林宥昌 你要開放縣市企業的話 這樣會造成貧富對立 那有錢的縣市 有錢的企業 就可以買比較好的疫苗 明明就講好是中央統籌分配 哪來的貧富對立 你是忘記你們的法規上規定 民眾不得選擇 到現在民眾不得選擇 下午有鬆口 如果自費的話可以選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都是你民進黨自己在搞 貧富對立也是民進黨 自己在搞 而且林幼莊市長 我跟你講 哪有什麼貧富對立的問題 因為你們不是一直宣傳國產疫苗 好棒棒嗎 所以分到國產疫苗也很好 有什麼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講這些都是口水 我希望郭董能成 也希望其他人全部進來 等我們疫苗充裕之後 台灣人大家日子過得好了之後 國產疫苗繼續研發 有什麼不行 好 大家要看 包括現在南韓 是我們有個血淋淋的例子 來看一下地方 南韓他們有獲得美國 贈送給他100萬劑的嬌生 之前還有很多 很多包括AZ莫德納 所以他們疫苗多得不得了 我們在5月22號訪美的時候 有討論到半導體 跟他們交換疫苗相關的合作 我們也有相關科技 也有相關產業 為什麼我們台美這麼友好 到現在什麼都拿不到 然後還實施了疫苗的獎勵 6月1號開始 如果接種過疫苗的 相關的群聚的這些禁令 就要解除了 7月甚至如果說你已經超過了 總人口25%打疫苗的話 就可以在戶外不用戴口罩 人家已經進展到這種地步 他們之前疫情也是相當嚴重 駐美代表只告訴大家 最新的最後一次的紀錄 是5月15號 說我們積極的跟美方接洽 AIT告訴大家說 你們台灣的疫情還好 應該是不急的 我相信台灣疫情一定會好起來 後來15萬莫德納來的時候 還故意做了一張圖 飛機畫的全身都是美國國旗 亂看還以為好像這一批是從美國過來的 那我們現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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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h半天 那聯合報告訴大家說 那這樣子台灣台海 如果以後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國真的會派兵救台灣嗎 所以柯文哲才吶喊 萊豬吃了軍火買了疫苗到底何時來 美國之所以要討好南韓一方面 當然因為南韓的官員比民進黨 有本事之外 而在於整個的戰略問題 因為在中美之間 南韓先前一直是選擇 不要立刻選邊站 他是在兩邊有迴旋空間的 所以美國過去一直希望南韓 要加入所謂的四方安全機制 要求南韓要在新疆 香港等等議題 要表態要發聲 甚至先前美韓峰會的時候 最後的南韓文在寅 也沒有再針對中國大陸 有表達嚴正的關切 英國的金融時報就講說 美方希望南韓必須要去罵大陸 但南韓不要 不碰 好 而且當文在寅回國之後的第三天 馬上又發表了支持一個中國的聲明 所以這就表示 南韓他不願意那麼樣緊跟著 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所以美國才需要付出比較多的東西 來爭取南韓不要一面倒的 向中國大陸 那麼台灣就完全不是 就一面倒的跟著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要跪舔美國的膝蓋跟腳底板 正想問問民進黨疫苗拿不到 萊豬吃了 那麼想請問一下 那麼美國的大腿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跪著怎麼舔腳底板 他抬起來給你舔 對 他抬起來給你舔 這不是重點 好 那麼再來 所以先前美國願意給帛琉疫苗 願意給所謂台灣友邦的疫苗 那不是為了幫助台灣 為什麼 那是為了防止這些友邦 為了防止這些小國家 被中國大陸給買走 他們害怕他們拿到大陸的疫苗 所以美國才積極的要去給這些友邦 所謂美國的疫苗 那民進黨或者是蕭美芹 還要再講說 這個都是我們的功勞 結果你的功勞 台灣自己疫苗拿不到 跑去幫友邦 那實際上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完全沒有幫台灣任何的忙 如果民進黨要說 這叫做我們已經爭取的結果 那你們爭取的方式 真的是有夠爛的 好啦 那麼實際上 疫苗來不了之後 但是什麼來了 那你們放心 謊言來了 好嗎 大內宣來了 所以從上個週末開始 就有各種的所謂 台灣國產疫苗等於美國疫苗 這一種標準的胡說八道 好 然後透過網紅 透過所謂的黨政高層媒體放話 然後在三立 在友台 還有一些的立委 然後都直接大搖大擺 拿出來講 好 那麼很多有 具有科學專業的 我這樣直接問大家好 你到底是姓王八千 還是姓這些媒體 還是姓焦糖哥哥 還是你要相信科學的專業 對吧 因為莫德納疫苗 然後跟台灣高端疫苗 他的本來的製程的技術 跟內容分子完全都不一樣 怎麼可能是所謂的孪生兄弟 那民進黨沒有本事 真的把美國疫苗拿來台灣 就只好透過謊言 來洗腦台灣人民 他就是吃定了台灣人 都是白癡 都是智障 全部都不懂 說他才能夠大搖大擺的 公然撒謊 公然造謠 就欺騙台灣人 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 民進黨他是不是真的 看不得台灣好 他是不是真的 就不希望台灣人得到好疫苗 那背後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柯文哲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走了那麼多 無辜的台灣人 蔡英文都不出來說句話 高端跌停板 你就出來開記者會 你們到底想的是什麼 總統宣示 政務人員沒有高端的股票 但黨務他們的家人 有沒有人頭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